文龙旭 叶公子 第3141章 做大做强 见叶臣不介意在未来老婆和妓子面前公开身份 贺院将心里松了口气 他一辈子坦坦荡荡 对韩美情也爱得真切 只想与其相濡以沫共度余生 所以他心里不希望 每每在老婆面前面对叶臣的时候 还要当他是那个会点儿风水 并且凭借风水周易 结交了一些本地权贵的肖家坠序 演戏他不在行 撒谎更是 但如果叶臣婉拒 他也完完全全能够理解并且尊重 只是没想叶臣竟答应得如此痛快 此时的贺远江还不知道 叶臣竟是想把他这个 新组建家庭的一家四口 全都收入麾下 怀揣着轻松愉悦的心情 他与叶臣一路来到香榭利的半山别墅 外公一家早已备好宴席等候 从看到叶臣的车上山那刻 三个舅舅小姨还有李亚林便都出门 等着迎接 老爷子和老太太原本也想出来 只是近日来金灵降温不少 天色又暗了下来 儿女们怕他俩染了风寒 便说什么也没让 车还没停稳 叶臣便看到了等着自己的五人 心里有些惊讶 也有些承受不起 毕竟都是长辈 一起在这里等着自己 这个阵势在礼数上来说 属实有些太重了 但安家人不觉得重 毕竟叶臣两次救安家 上下雨水火 这份恩情 哪是辈分所能弥补的 李亚林就更不用说了 没叶臣救他性命 他那满是弹孔的尸体 恐怕早就在实施土葬的美国土地里腐烂了 叶臣把车停稳 与贺院江左右下车 大舅便已率先一步走上前来 笑着喊道 臣儿 叶臣忙的挨个称呼 大舅二舅三舅小姨李探长 说完又赶紧介绍起身边的贺远江 给五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妈妈生前的校友 贺远江贺教授 贺教授之前在华尔街任职 后来到了金陵 在金陵财经大学教书育人 一直在安家负责对外的二舅安凯峰 立刻点头说道 贺教授 以前在华尔街听说过你的大名 都说你是华尔街投行里 眼光最毒辣的亚裔 你的辉煌战绩 我听说过很多 贺远江认真说道 安先生太客气了 要说投资的眼光 我认识的人里 还没有人能比得过程熙 在他面前 我不过就是个小学生 说吧 他觉得当着安家人的面 提及安程熙这个已故的人 多少有些失礼便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 说了句不好意思 贺远江也不好再细说原因 这种事情 安家人一定懂 自己也不需要说的太明白 缺二次伤害 不过 在安家人眼里 安程熙毕竟已经遇难二十年 心态也早已经坦然接受 所以当贺远江提及他的名字 没人觉得有所冒犯 毕竟贺远江也是安程熙的校友 兼好友 叶晨这时打算为贺远江介绍一下 便开口道 贺叔叔 我二舅经常抛头露面 您应该认得他吧 贺远江点点头 安凯峰 安先生 我自然认得 久仰久仰 安凯峰客气道 贺教授过奖了 言罢 二人礼貌地握了握手 叶晨又为贺远江介绍了大舅 三舅小姨 随后便是李亚林 没想到 当叶晨要为贺远江介绍李亚林的时候 贺远江先一步开口道 这位一定就是被称为 华人之光的李探长了 我看过您许多采访和报道 非常佩服 李亚林谦逊地笑道 我不过就是个探长罢了 远谈不上什么华人之光 你们几位的成就和贡献都比我大得多 哪里哪里 贺远江认真道 咱们华裔 乃至整个亚裔 想在北美赚到钱并不难 但想在那里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确实还是不容易的 许多明里暗里的排挤和歧视 这么多年只有在美华人心知肚明 您能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 确实堪称华人之光 贺远江的话 让几位安家人深以为然 美国其实远没有 他们媒体描述的那般美好 尤其是少数族裔 在美国的社会生活 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名状的歧视 黑人含义这些抱团死磕的少数族裔 还好一点那些不怎么抱团 甚至热衷自己人坑自己人的群体 在那种环境里 可谓是水深火热 内外交困 叶晨从小到大 去美国的次数并不算多 对那边的环境并不了解 但看这几人一个个 深以为然的样子 便知道贺远江所言非虚 这时只听里面叶晨的外婆 忍不住打开门来说道 外面挺冷的 你们怎么还不快些进来 别让尘儿和客人老在外面站着了 叶晨黑黑一笑 叫了一声 外婆 外婆点点头 笑着招手道 快进来 吃饭了 叶晨应了一声 几人这才赶紧进了别墅 老爷子此时也迎了上来 对叶晨说道 尘儿 这几日你在金陵 一切可都还好 叶晨笑道 挺好的 金陵很安全 说着 叶晨便把贺远江 介绍给了外公外婆 知道是大女儿当年的校友 好友 二老自然也是十分热情 一家人把贺远江 请到餐桌前落了座 老爷子叮嘱几个儿子 贺教授 是你们姐姐的同窗好友 你们一定要好好陪他喝上几杯 说完又对贺远江说道 贺教授 你若是酒量好就多喝些 酒量不好就少喝些 一切随心随意 咱们饭桌上没有如何喝酒的规矩 贺远江虽然平时很少喝酒 但酒量却是不错 今天见到安家人心里高兴 便毫不犹豫地硬了下来 老爷子又问叶晨 晨儿 你也一起喝两杯吧 不行一会儿让你小姨 开车送你们回市里 叶晨笑道 不用了外公 山下面都是自己人 我让红武来开车送我就好 老爷子哈哈一笑 说道 那太好了 你喝 我便也喝上一杯 老太太赶紧说道 你还喝 脑子都喝迷糊了 谁得老年痴呆忘了吗 老爷子陪着笑道 我大外孙来了 喝一杯不爱的 更何况贺教授也来了 那得喝两杯 老太太白了他一眼 合着还自己加码呢 叶晨笑道 外婆 您不用担心 让外公喝两杯就是了 没事的 老太太自然知道宝贝外孙 给了老爷子好丹药 老爷子的身体早就好透了 喝点酒也根本无妨 于是便也不再坚持 只是提醒老爷子道 亏了尘儿替你说话 你只需喝两杯 可不能多喝 老爷子立刻眉开眼笑 够了够了 两杯够了 一旁的大舅 最有眼力见 赶紧就给满上一杯 老爷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立刻将酒杯端起来 笑着说道 来 第一杯酒 欢迎贺教授来家里做客 众人纷纷举杯 夜晨待饭局开始 第一杯酒下渡之后 便直入正题道 外公 大舅 二舅 您几位这次在燕京投资 搞得怎么样了 外公笑道 又谈妥了几个大项目 很快就要官宣了 具体让你二舅 给你介绍介绍 安凯峰便接过话去 道 咱们上次不是 已经确定投资一家 动力电池的相关企业了吗 这次在燕京 刚好遇到雷米汽车上市 互联网企业跨界造车 上市一个月卖掉 未来一年多的产能 确实了不起 也确实让人 对国产品牌刮目相看 所以咱们干脆也接盘了一家 新能源汽车制造公司 安凯峰与叶晨 聊及安家的产业布局 用的都是咱们 是因为现如今 安家已经达成共识 以后的安家 一大半都将留给叶晨 所以他现在 不但是安家的外孙 还是安家的大股东 叶晨到没往这方面去想 他只是觉得十分惊讶 自己上次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安家还只是有计划搞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没想到现在就直接接盘了 想到这里 他赶紧问 二舅 您说接盘 是直接收购了一家吗 对 安凯峰点头说道 有一家新能源车企资金链 出了很大的问题 到处在找融资 我跟你大舅商量了一下 估值反正也不高 几十亿美金而已 而且现在债务危机 创始团队关了产线 全部跑出去找钱救命 刚好在燕京遇到他们的CEO 索性就聊了一下 三十亿美金全拿下了 叶晨点点头 三十亿美金确实不多 对自己来说都跟毛毛雨一样 对安家更不算什么 这时一旁的贺远江忍不住问 安先生说的新能源车企 是高横吧 哎 安凯峰惊讶地问 贺教授了解这家企业 贺远江点点头 道 略有耳闻 早就听说他们陷入债务危机了 销量也一直不太好 再加上前段时间产线都关了 想来也只能卖身救命 叶晨这时补充道 贺叔叔对国内新能源市场研究得非常深 上次我们简单聊了一下 他的很多观点确实令我十分佩服 尤其是他说弯道超车 我印象很深刻 原本是想等贺叔叔婚礼之后 再安排大家见面 但实在有些迫不及待 你们一回来 我就赶紧安排了 安凯峰道 既然贺教授对新能源这么了解 那我真的很想听贺教授分析一下目前的新能源形势 也帮我们指点指点 说着 安凯峰又道 说实话 安家其实先少涉足制造业 但这次我们投资了动力电池 投资了整车制造 投资了国产芯片研发 以及商业航天 基本都是制造业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为华夏制造业 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如果还能孵化出不错的企业 在经济上有所回报 那就更好 不过 但说实话 真要说如何运作制造业这样 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盘子 我至今还一头雾水 尤其是整车制造 这个高横是我们全资收购的 接下来 等他们处理完债务问题 和股权转让问题之后 我们就得再追投一笔资金启动生产 但现在我还没考虑好 到底是把原来的团队留下 继续运营一段时间 还是干脆就全部干掉换新的 不知道贺教授有什么高见 贺远将想了想到 高横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 还是出在产品定位上 主力产品靠不停地堆料来提高身价 但客单价太高销量必然上不去 而且在高客单价的领域 还有传统豪华车的竞争 产品力只要稍微跟不上 就很难打开市场 而且他们的产品设计 说实话也不是太成熟 一旦把自己陷入小众审美的圈子 势必会进一步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 但您刚才提到的雷米就完全不同 他们的定位相当精准很辣 产品设计也没得说 抛开是否存在借鉴的问题不谈 他们的产品外观确实符合主流审美 说到这里 贺远将微微一顿 又道 所以如果您让我个人判断的话 我倾向于您把高横的团队一分为二 生产端先保留 以确保产线可以随时运行 但设计端 营销 以及市场端 还是尽可能的全部换掉 而且连品牌也要完全换掉 虽然您买了高横 但不能再用高横的品牌了 因为它破产的消息一度沸沸扬扬 人们都知道这品牌要不行了 品牌价值就已经成了负值 远不如重新做一个 安凯峰又问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重新打造一个品牌 主力产品应该如何定位呢 贺远江道 那必然是跟销量最高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抢市场 说着 贺远江道 很多人创业为了减小压力 提高成功率 喜欢做垂直细分领域 觉得做电商平台竞争太大 干脆就弄个小商城或者小程序 悬悬母婴 酒水 日化这些细分领域 可一旦这么搞了 就永远也不可能做成大平台 甚至一辈子都要在别人的生态底下生存 汽车也是一样 几乎每一个决定造车的企业 都觉得新能源20万上下的汽车竞争最大 外有特斯拉这个一年卖几十万辆的霸主 内有一大堆国产新势力 所以有些企业一来就瞄着两三万 三五万的下沉市场 有些企业则想着 从五六十万以上的中高端市场找切入 但只要抱定这样的心态 虽然有可能在细分领域获得成功 但可能永远赢不了特斯拉这样的巨头 特斯拉巅峰时的市值超过万亿美元 时至今日新能源概念降温了 它的市值都还有五千多亿美元 所有国产新势力加起来的市值 目前都还比不上它 我倒不是重阳媚外觉得特斯拉有多厉害 我只是觉得很多企业 虽说在发布会上总说自己比它强 但本能上还是在避其锋芒 如果是别人来搞新能源 我可能也会建议它这么做 但安家不一样 说到这里 贺远江非常认真地说到 安家自身的资本实力雄厚 叶辰以及叶家的资金 也远非国内新能源车企可比 而且叶辰又有一苏航运在手 滚装船数量和运量都在世界前列 现在安家已经布局了动力电池 又收购了高横汽车 既然如此 为何不整合一下资源 真正意义上把新能源做大做强 第3142章 我想到一个机会 安家人对贺远江的观点 瞬间起了浓厚的兴趣 整车制造 动力电池 对安家来说 并不是真的打算赚钱 他们只是希望在华夏多做一些制造业的投资 算是为华夏制造业的发展增转天瓦 但和远江的观点 让他们对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期许 如果能把这个产业做成像特斯拉那样的行业巨头 这其中蕴含的商机和利润自不用说 它所能为华夏制造业本土汽车供应链带来的帮助和提升 无疑是巨大的 制造业的巨头和互联网的巨头最大的区别就是 互联网巨头更多是走行业垄断 在垄断态势形成之前 他们会不断释放利益 甚至大肆补贴终端市场 在获取足够多的用户 并且让用户极端依赖的时候 就会肆无忌惮地攫取利润 若干年前他们补贴线上轿车的时候 10公里的路乘客很可能只需要支付5块钱 而司机可以得到10块钱 可放到现在 同样10公里的路乘客很可能需要支付30块钱 而司机只能得到8块钱 而且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用最少的岗位 创造最大的输出 通过挤压上下游来获取最大的利润 但制造业的巨头就不一样了 制造业的巨头 养活的是整个产业链 一个万人的汽车制造企业 除了自身就能提供万人就业岗位之外 还能为上游的钢厂 旅厂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为各种物料的运输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还能养活一大批 为它提供零配件的大中小型企业 这个带动作用是十分强大的 在华夏乃至全世界 很多城市的经济命脉 很可能就是一个大型制造业 就像日本的丰田市 40万人口几乎都是丰田汽车的员工和家属 而丰田自身在全世界范围内 有超过30万名员工 如果算上靠它生存的供应链 至少能拉动百万就业 这样的制造巨头能够为产业链上的上百万人提供利益 而不是拼了命的挤压他们的利润与生存空间 现如今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国产率早就超过了九成 如果真能创造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巨头 其产生的所有价值都将用于拉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 所以贺远江的提议一下子就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叶辰也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 他开口道 我手里现金还是非常充足的 就算拿几百上千亿美金出来也不算难事 贺叔叔觉得这件事怎么运作成功率才最大 贺远江道 钱倒是不用这么多两三百亿美金就已经非常充裕了 至于成功率 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弯道超车上 别说对比传统的燃油车企业 就算是在新能源里 现在进来都属于第五甚至第六梯队 光是赶超同行就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安凯峰问贺教授你觉得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弯道超车 或者说怎么做才算弯道超车 贺远江想了想组织了一下语言 解释道 我个人理解的弯道超车其实并非一个弯道这么简单 而是在整个赛道里超进道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甚至想不到的路更快到达终点 就像国产新能源车 以前我们的燃油发动机总是落后欧美和日韩 怎么追都始终差一点 但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桌子掀了 造不出能赶上他们的发动机是吧 那就别造带发动机车了 电机你总没有这么厉害了吧 你几十年的沉淀都在内燃机上 电机你一头雾水 我趁你还没关注到电机 先一步切进去积攒电区的优势 等我把电区搞出来的时候 在新能源领域就是我领先你了 到时候你再哭着跟我说 你玩了几十年内燃机 从L4到W16你样样精通 我理也不理你 为什么 因为你那套我不玩了 这就像冷兵器 时代苦练剑法的武林高手 你练三十年出山 以为天下无敌 我一年半造出火枪 一颗子弹要你的命 你再说你练了三十年也没用 没意义了 当然 真正掀了全球传统车起桌子的 不是国产新能源企业 而是行业开拓者 特斯拉 这就是他当初弯道超车的思路 不过咱们国产新能源 也有原创的弯道超车案例 就是新能源三大舰 冰箱踩电大沙发 特斯拉不是走极简差计风吗 那他们就走奢华舒适风 一样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 顿了顿 贺远江又道 如果现在想再找一个弯道超车的路线 直接掀了他们的桌子 说实话 很难 但也绝非做不到 只要谁能找对那个切入点 谁就能成为下一个汽车领域的新皇 安凯峰也明白 这种切入点必然极为难找 一旦找到 恐怕就能撬动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值 所以一时半会 想从贺远江这里得到提示 恐怕也是痴人说梦 于是他便又问 那贺教授 如果暂时找不到弯道超车 出奇制胜的法宝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提高这个项目的成功率呢 贺远江道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成功率 我个人的理解 就必须要渗透到更多的上游关键环节中 动力电池自然是其中之一 电控技术和驱动技术 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车机软件的研发 渗透到动力电池 一是为了技术储备 二是为了降低成本 三是为了确保供应 现在安家已经有所布局了 至于渗透到电控和驱动技术 也是为了提高汽车的硬件竞争力 同样的电池容量 相似的风阻重量 谁的电控更省电 谁的续航就会更高 谁的驱动技术最强 谁的性能就更好 这些都是关乎综合驾驶素质的关键点 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或者没有相关企业的战略捆绑 那就永远只能用第三方给出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那样的话 你的车跟市面上其他品牌 十几个车型的动力 参数一模一样 到时候还谈什么领先呢 说到这里 贺远将诱到 至于车机系统 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从我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开始 车机软件就是我非常重视的部分 其实造型能源汽车就跟造智能手机一样 不能光拼凑硬件 还要做好硬件之间的适配 以及软件与硬件之间的适配 你用再好的硬件 一旦软件拖后腿 车就像一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傻子 安崇秋这时开口道 哎呀 我 我好像一直开的都是燃油车 对车机没什么要求 能有了蓝牙电话 听听歌 听听电台 就足够了 对这东西没概念啊 安凯峰点点头道 我也不太懂 一直没接触过 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 连新能源汽车都没开过 说完他问叶晨 晨儿你懂吗 叶晨笑道 我啊 说出来不怕二就笑话 我真正能每天开上车的时候 都是唐四海找到我之后的事了 我自己没给自己买过车 我仅有的两辆车是别人送我的两辆超炮 我可能也就开过一两次两三次 到现在我开的还是 我当初买给我老丈人的宝马武系 说着 他忽然想起刘曼琼的特斯拉 便道 我在港岛好像开过朋友的特斯拉 但当时也就开了很短时间 根本没有研究过车机和所谓的辅助驾驶 贺远江想了想 笑道 具体怎么来形容这个车机呢 踢足球的巴洛特利 你们了解吧 除了老爷子之外 其他几位男性纷纷点头 喜欢在球场思考人生的巴洛特利 想来爱看足球的 和不怎么看足球的男性都不会陌生 贺远江继续道 在我看来 他就属于是顶级的硬件 三流的车机 要是能把梅西或者罗纳尔迪尼奥的球伤给他 他必然也是超级巨星 可惜他这块短板怎么都补不上来 众人一下就懂了贺远江的意思 夜神便道 既然车机方面的软件适配很重要 那就再搭建一个实力过硬的软件开发团队 大钱都花了 不在这点小钱 贺远江赞同的说道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传统车企转型新能源 车机软件跟不上 都选择了外包 这种基本上都一塌糊涂 就像当年的山寨机 体验很差 诸位既然选择直接切到新能源的赛道 而且有极其充裕的资金储备 那就要把软件这块好好抓起来 说着 贺远江又道 对了 还有高精地图 这部分也非常重要 车机导航辅助驾驶 甚至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它 现阶段大家都介入市面上几家常见的服务商 如果有机会 可以入股一家 或者干脆收购一家 安凯峰点头道 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建议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争取尽快落实 说着 安凯峰看向贺远江 开口问道 贺教授 你既然对新能源有这么深入的研究 那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来操盘这个项目 不用叶晨示意 安凯峰就已经看到了贺远江身上的巨大价值 他和安家人在收购高横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决定 毕竟是几十亿美金的项目 专业门槛又非常高 必须要挖一个真正懂行的高手来操盘 否则单凭有钱和脑子一热就干这么大的项目 结果肯定是全都交了学费 就算今天没跟贺远江见面 他也还是要安排猎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操盘手 只是他没想到 他们刚回金陵 叶晨就送来一个顶尖人选 贺远江这时候微笑婉拒道 不瞒你说安先生 我现在的心思其实都在教书育人上 再说我脱离时操太久 能聊的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事情 真让我操盘 我也没这个能力 一直没说话的安老爷子摆摆手 认真道 贺教授不要妄自菲薄 我就觉得你肯定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关键就在于你想不想 如果你真的一心只想教书育人 那可能无论我们怎么说 你都不会答应 但如果你心里对操盘一个这样庞大的项目 还有一丝兴趣和期待 那你就一定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高横汽车 我们已经投了30亿美元 如果算上动力电池 我们已经投了过100亿美元 但为了这件事 我们还可以再投300亿美元 那样的话 这就是400亿美元的盘子 这个规模 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家新车企都不具备的 即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舞者 也未必能在400亿美元的舞台上一展风资 这个机会 一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 老爷子的话 一下子就抓住了贺远江的魂 开局400亿美元的舞台 在新能源汽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即便是前段时间火爆全国的雷米 对外宣称的投资也不过100亿人民币 400亿美元是将近3000亿人民币的规模 这已经不是要干一家车企了 这是直接干了一整个产业链 对全世界的职业经理人来说 谁敢奢望有这样好机会 这是什么开局 梦幻一般的开局 在这样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得是何等幸事 一旦成功又得是何等成就 在这一瞬间 贺远江原本如铜墙铁壁一般的内心 开始有了裂缝 叶晨见他纠结 而不是立刻拒绝 就知道他一定动了些许心思 于是他立刻加一把火道 贺叔说 你不是说很难找到机会弯道超车吗 我倒是想到一个机会 不知道靠不靠谱 贺远江王问 什么机会 其他人也立刻看向叶晨 表情十分关切 叶晨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北欧为我搭建一套全世界最先进的AI模型 唯一的限制是我不能拿来商用 不过不要紧 我有把握让他们开放一个在汽车领域的商用权限给我 而且是独家权限 目前的AI模型 其营收的主要方向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AI计算 成千上万个行业都可以接入使用 只是现如今还没有在汽车领域的实际应用 叶晨虽然不敢打包票 让霍华德把整个AI在成千上万的全领域商用权限都给自己 但只要一个汽车领域的独家使用权还是不难的 第3143章 绝佳良机 最先进的AI模型 贺远江听到这句话 大脑在瞬间就炸了 他在华尔街多年在投行工作的时候 投资过大量创新技术型企业 也帮助许多科技企业在纳斯达克桥中上市 所以他对全世界的高新技术发展 都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 AI的热度在前段时间风头一时无两 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创头圈很长时间 但在金陵教书的他 依旧对AI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他太知道真正意义上的AI模型 有着怎样的应用前景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全华夏互联网企业都在望而星探的AI模型 叶晨竟然就有 他激动地问叶晨 叶晨 罗斯柴尔德能帮你解决软件和硬件的所有问题吗 现在高算力的显卡千金难求啊 国内很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一张一张的全球采买 这个硬件需求量太大了 叶晨笑道 这些都不用我操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帮我把所有软硬件的问题全部落地 而且就连数据中心也是他们出面 从微软手里买的 估计再有半个多月就能正式运行了 我的天 贺远将惊叹道 这真是天大的惊喜 如果真能把它应用到汽车上 想来一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说着 他问叶晨 能确定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争取来这套AI在汽车领域应用的授权吗 叶晨道 问题不大 我可以解决 退一步说 如果他们不太想给授权 还可以跟他们斡旋一下 大不了我们自己用 不打他们的名号就是 只是还得贺叔叔分析一下 AI在汽车领域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贺远将道 我个人感觉 AI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价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AI助手智能辅助驾驶 以及汽车状态的动态调整方面 AI助手可以理解为 就像现在的语音助手 但语音助手这东西 几十块钱买个智能小音箱就能实现基础功能 但要成为AI助手还差得很远 语音助手需要你开口给他下达命令 AI助手可能不需要你说话 通过分析你的用车习惯 根据你出门的时间 穿着的风格乘车的人数 就能够判断出你可能要去哪里做什么 直接为你调整合适的温度 座椅以及路线规划和导航 还可以通过分析你的表情和呼吸心率 就能分析出你大概什么样的心情 需要怎样的音乐空调以及驾驶模式 甚至还能陪你聊天 跟你聊你擅长的专业领域 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精英 那么你的AI助手每天在你开车的时候 会主动跟你聊最新的商业新闻 并且还能给出他个人的独特见解 他可以和你探讨 帮你学习 替你分析 甚至与你辩论 除此之外 智能驾驶如果有AI来参与训练 并且由AI来对道路大数据进行分析 也肯定能让智能驾驶的智能化程度更高 更聪明 也更安全 市面上的智能驾驶 依托的要么是毫米波和激光雷达 要么是纯视觉 每一种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但基于AI的智能驾驶系统 一定会比其他解决方案更优秀 而且AI更大的能力 是通过其强大的自主意识 以及天量的算力 来对我们的大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一旦车的销量不断增长 每一位车主每天在路上行驶都会为智能驾驶的数据库 提供珍贵的大数据 这种大数据在AI的加持下有着极大的想象空间 如果现在我开车从某条公路的某个位置经过时 车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颠簸 传感器捕捉到减震的异常之后 会立刻将传感器数据 以及当时拍摄的路面画面 实时通过云端上传到处理中心 而处理中心的AI模型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这个位置的路面 存在一定的损毁 它立刻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标记 在车机使用的高精地图上 同时下发给实时位置在这附近的车辆 当其他车主驾车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 车机就能够发出提醒 告知对方前方路面有较大起伏 建议减速到多少以安全通过 如果更智能一些的话 那我们的车机有可能在我的车 接近异常路面的时候就直接做出判断 提醒我减速的同时 把情况上传到云端 提醒所有会经过这里的车辆减速 如果我开车路过某个高速路段 这个高速路段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维修 我的车辆在规避的同时 也会第一时间把情况上传 几秒钟后就会把情况投递给后方车辆 如果几个小时后维修结束了 我们的另一辆车从这里经过 AI在比对云端信息和路面实时信息的时候 发现道路已经解除封闭 也会立刻上传云端 这样后面的车辆就不会收到道路维修的提示 要是我们的计算能力足够强 连某个路段某条车道路面 有以撒异物的路况 都能做到几秒钟内对后方车辆预警 甚至让智能驾驶系统直接帮后方车辆变到避让 那我们的车辆就能够大大避免交通事故 如果路面的大数据足够多 那用户使用我们的车机进行自动驾驶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们的车辆能够自主预见到很多路面情况 自主对车辆的驾驶进行调整 这样一来我们车辆的智能化将远超同行 贺远将说了许多 最后有些按捺不住 激动地继续说道 总而言之 我个人感觉AI在汽车领域 有着无穷无尽的应用可能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AI做不到 要是这东西真的能够投入使用 在新能源领域将成为绝对的王炸 一旁的老爷子微笑着问 贺教授 你看安家和晨儿一起给你搭台 不但能提供最好的硬件和资金基础 就连最顶尖的AI模型都能融入其中 你对这方面有如此高的热情 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好好搞一番梦寐以求的大事业 贺远将此时也有些激动了 他也开始重新审视安家人的邀请 确实如老爷子所说 这种机会实在难得 就像一位歌手 有机会用全世界最顶尖的设备 最顶尖的舞台上高歌一曲 只要是真心热爱唱歌的歌手 绝不会拒绝 自己研究新能源已经有很长时间 几乎是从特斯拉造出第一款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而自己对新能源的热情也超乎常人 更是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和抱负 只是之前自己一直在学校教书 几乎没有想过自己这些抱负能有机会实现 可眼下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绝佳良机吗 眼见贺远将明显动了心 夜晨立刻对安凯峰说道 二舅贺教授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后可能不希望经常和爱人两地分居 咱们有没有可能把未来的总部设在金陵 安凯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没问题 既然安家已经公开回了华夏 而且我们与叶家之间的联姻关系大家也都十分清楚 那就不如由安家和叶家共同投资一家企业 企业总部就放在金陵 然后再把高横的资产并入这家企业名下 说着安凯峰对贺远将道 对了贺教授 高横的产线就在本省 位置离金陵只有两百多公里 开车大概也就三个小时 你如果加入我们 平时在金陵办公 偶尔去产线也不会非常麻烦 而且我觉得高横目前的产线 科技和自动化水平跟雷米比起来 已经明显有些落后了 更新换代已经是在必行 既然我们把总部设在金陵 那就干脆在金陵拿地投建一个最先进的生产基地 这个时间不会很久 特斯拉在华夏的超级工厂 同一年动工 同一年投产 这个速度我相信我们在金陵也可以做到 贺远将目瞪口道地问道 真的要在金陵建一个超级工厂吗 安凯峰笑道 特斯拉在华夏的超级工厂 一期投资还不到两百亿人民币 我们直接投五百亿人民币 干就干票大的 说吧 他问叶辰 辰儿 你觉得呢 叶辰笑道 既然是安家和叶家合资 那就一起先拿两百亿美元的现金 作为一期投资 在金陵成立总部搭建团队的同时 拿地建一座自己的写字楼和生产基地 同步进行 说吧 他问贺远将 贺叔叔觉得呢 贺远将下意识道 我觉得工厂不必建在金陵 叶辰好奇地问 为什么 贺远将道 金陵不是沿海城市 将来如果我们的车要销往全球 就必须在港口上滚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如果从内陆城市大批量向港口运输整车 耗费的运输成本太高 而且效率也大大降低 不如直接就在沿海城市投资 最好就在港口边上拿地 这样我们的车下了产线 就可以直接上船运走 特斯拉的超级工厂距离海边就只有两公里 叶辰听他用了我们 便知道他已经做出决定 于是便笑着说道 贺叔叔 我在金陵生活这么多年 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了 这么大的投资 我个人的私心自然希望能落在金陵 所以我就替大家做个主 咱们第一家超级工厂就选在金陵 毕竟咱们的市场要先从国内开始 金陵虽然不靠海 但是陆路交通 铁路交通都非常便捷 长江的航运也很方便 在这里造车发往全国是非常便利的 等咱们在国内站稳脚跟 第二个超级工厂就像特斯拉那样 直接在海边挨着港口悬址 第3144章 不作第二人想 叶晨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金陵人 但毕竟八岁起就在这座城市生活 对这里的感情早已经超过了燕京 对他来说 既然要和安家一起投资做汽车 自然是选在金陵最为合适 不但能够为金陵创造大量优质的就业岗位 还能为金陵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 贺远江听了他的想法之后 也赞同地说道 如果第一家超级工厂是为了覆盖国内市场 那确实不必要去海边建厂 金陵地处南北交界 陆路交通还是非常便捷的 而且叶晨又对金陵心怀感恩之心 选在这里是一举两得 叶晨也不禁点头道 不瞒您说 贺叔叔 金陵这座城市待我不薄 我也希望能尽我所能的为金陵做点实事 若是能对金陵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就再好不过了 贺远江道 想为金陵贡献力量 投资高端制造业再合适不过了 不但能够解决大量工作岗位 还能促进城市的收入消费以及地产增长 全市利好 而且越高端的制造业 对环境的污染就越小 也不需要消耗金陵太多的自然资源 说着 贺远江又道 哦对了 如果我们的投资足够大 发展足够好 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 拉动金陵的教育发展 王晓了说 我们可以跟当地的职业技术类 院校合作开展汽车制造 相关岗位的学科设立 一家上万人的工厂不可能要求全市大学本科毕业 很多岗位都需要专业培训的技术工人 中专大专就非常适合 到时候可以帮助这些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相关专业 学习一两年的基础知识 在对口到我们的生产线实习一段时间 毕业就能上岗 这对很多年轻人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金陵的高校非常多 在全国都能排进前四 东南理工科大工大都有机械工程相关的专业 每年输出的高端人才人数众多 一旦我们到了几百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 就可以跟这些大学进行深度合作 他们可以把教学方向调整到 更接近我们岗位实操的要求 而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提供顶尖的实习和工作环境 甚至资助他们进行汽车相关的科学研究 与他们共享科研专利 这是绝对的合作共赢 大家都能从中受益匪浅 叶晨称赞道 贺叔叔考虑的太全面了 与中专大专合作培养技术工人 与高校合作培养高端人才 孵化科研项目 这就全面解决了我们未来的人才储备问题 往后会有源源不断的优秀年轻人 加入我们的企业 某种程度上也能提高精灵高校 对全国优秀考生的吸引力 对 贺远将点头到 一座城市的发展 就是这样不断叠加利好 层层递进的 这也是为什么各地方都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 而且吸引来的企业越大 市里面能提供的资源也就越多 我刚才说的这些教育方面的合作 一旦有市里面帮助牵线搭桥 落地会非常快的 很可能相关专业 今年就能完成筹备 明年直接公开招生 说着 贺远将又到 提到市里面的资源 我们得在公司宣布成立之后 立刻与相关部门进行接洽 把我们的需求罗列出来 比如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 多大的地方启动土建 需要供电部门 供水部门 供气部门 交通部门提供怎样的支持 大型制造业对电量需求很大 这个需要供电部门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将来选址 肯定要以交通便利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如果那里的供电线路 不足以支撑我们的需求 就得请电力部门同步进行电力改造 供水和供气倒是问题不大 交通部门需要帮助我们解决通勤公交线路 物料运输线路的规划 有他们的帮助 才能事半功倍 叶晨和安家人没想到贺远将对这件事的考虑 已经全面到这种地步 感觉他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蓝图 只等着有机会能够将蓝图付诸行动 也正因为如此 大家对贺远将的认可程度已然高到极致 CEO的职位除了他完全不做第二人想 安凯峰此时笑道 既然大家都达成共识 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赶紧敲定下来 安家与叶家共同出资 由贺教授担任CEO 咱们一起努力 把这件事做大做强 贺远将此时也已经下定决心 不愿错过这样一个施展报复的好机会 于是便开口道 等我修完婚嫁回来 就跟学院提一下离职的事情 应该不会耽误太久 前期的筹备工作 我可以先远程参与 叶臣点点头 开口道 那这边就让二舅正常推进 我会让叶家派一位代表过来 与安家签署协议 打成投资意向 老爷子安启山开口道 臣儿 你把这件事跟你爷爷说一下 看看他愿不愿意过来 我们也有很长时间 没见了 之前对他多有得罪 叶臣这个机会 跟他好好聊一聊 道个歉 叶臣知道外公的意思 父母遇害之后 安家一直对叶家多有埋怨 所以这么多年 对叶家都是爱达不理 现在安家与叶臣已经重逢 也更加了解当年一切的内幕 所以对叶忠全 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怨恨 也正是因为之前很是冷落叶忠全 安启山才想着趁这个机会 与叶家重归于好 虽然女儿和女婿已经不在了 但外孙还在 两家就还是亲家 是亲戚 既然是亲戚 多些走动也是应该的 叶臣听到这话 也希望两家能够真正的重归于好 以前自己也埋怨爷爷当初将父母赶出家门 但后来才知道 一切都是父亲有意为之 为的就是不拖累他们 所以心里的埋怨也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自己虽然已经成为叶家实质性的家主 但外人看来 家主依旧是爷爷 所以不妨就趁这个机会 让爷爷来金灵一趟 两边也好好聚一聚 于是他便答应下来 道 好的外公 我一会儿就给爷爷打个电话 看看他的意思 想来他也不会拒绝 到时候时间定了 咱们就一起吃顿饭 好好聊一聊 好 安启山重重点头 感慨道 这些年 安家人对忠权 确实有些过分了 到时候要敬他一杯酒 跟他当面道歉 第3145章 混友了 叶晨觉得眼下也确实是一个让叶家和安家正式重归于好的机会 毕竟自己暂时还不方便露面 但叶家和安家本就是多年亲家 虽然之前很长时间多有怨言 但现在安家来了华夏 想跟叶家重新修复关系也是人之常情 并不会让外界怀疑 于是叶晨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打算回头就让爷爷来一趟金陵 双方见个面好好把话说开 顺便也把合作的事情敲定 贺远江也已经做好准备 从金陵财经辞职 全力帮助安家和叶晨把造车的事业发展起来 大方向敲定之后 他开口问安家人和叶晨 既然要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品牌 不知诸位有没有想过该起个什么品牌名称 众人一时间都找不到灵感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 安悠悠开口道 既然是安家和陈儿合作的 不如就叫安晨汽车好了 叶晨笑道 小姨 这次投资我也没法出面 得让叶家出面 叫安晨在外人看来可能不太合乎常理 安悠悠问他 那叫安夜 安重秋摇头道 安夜听起来怪怪的 当汽车名还是不够大气 安凯峰笑道 人家雷米汽车是拿粮食命名的 听着也还好啊 安重秋道 那是因为人家手机业务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企业和品牌知名度早就打出去了 情况还是不一样 就在大家都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时 老爷子忽然开口道 我提一个吧 众人看向老人 等着他的下文 只见老爷子轻叹一声 随即朗声道 我觉得就叫长鹰吧 长鹰 众人一时间纷纷正住 没人想到 老爷子提议的名字 竟然是已故将近三十年的大女婿 这时老爷子唏嘘感慨道 长鹰 长鹰 这名字在我脑子里 营绕了将近三十年 每每想起当年那个意气风发 横刀立马的身影 我便羞愧到不能自已 总觉得亏欠他太多太多 若是能用他的名字打造一个世界文明的汽车品牌 也算是我 以及你们诸位 对他的一份怀念和哀思 说吧 老爷子又道 况且 长鹰这个名字 对我们华夏儿女意义非凡 伟人曾说 今日长鹰在手 何时付诸苍龙 这两个字不仅代表着革命力量和精神 也有那种战场上无拒一切英姿飒爽的意境 闭上眼 便好似看到一位年轻的古代将军 骑在战马之上横扫千军 头盔后一对红丝带 随他的策马奔腾而迎风招展 令人神亡 众人听到这里 眼眶依然有些红润 叶家二郎叶长鹰 在当年的全球华人中 是多么耀眼的存在 只可惜 英年早逝 没能在全球舞台上一展风姿 而老爷子描述的那番意境 也着实令人心潮澎湃 众人仿佛都看到了 战场上那个策马奔腾的将军 以及那在风中飘扬的一抹红鹰 安崇丘最先表态 无比赞同地说道 好 太好了 长鹰汽车 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也没意见 安凯丰举起右手 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姐夫 用他的名字命名 我百分百赞同 三舅安赵南也表态 我也没意见 我也是 安悠悠紧跟着举起手来 贺远江也不禁赞叹道 长鹰汽车 好名字 绝对的好名字 如果能把logo设计成一条 飘逸的红色长鹰 一定会非常出彩 李亚林这时候 举起手来 不太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虽然没我什么事 但我还是想说 长鹰汽车 这名字确实霸气 完美 安叔 还得是你啊 安启山微笑道 你小子少拍马屁 说吧 他看向夜晨 认真道 陈儿 长鹰是你爸爸的名字 是否把他的名字 用在我们的汽车品牌上 还要看你的意思 你拥有最终决定权 夜晨此时 也已经失了眼眶 父母离开 已经将近三十年 自己不曾想过 要用怎样的方式 来纪念他们 如今 外公提议用他的名字 作为即将创立的汽车品牌 夜晨心里 也非常激动 如若有一天 长鹰汽车能够遍及 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父亲的在天之灵 又何尝不是一种告慰 一念至此 夜晨开口道 我没意见 安启山等的就是 夜晨的表态 见夜晨也没有意见 立刻激动的 一排桌子 脱口道 既然晨儿没意见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公司注册名 就叫长鹰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品牌 就叫长鹰汽车 抓紧时间 立刻安排商标注册 把长鹰能注册到的 所有类别商标 全部注册下来 说吧 他又道 一定要找最好的设计团队 设计一款最有气势的logo 思路就按贺教授的来 要一条迎风飘扬的长鹰 颜色要用华夏红 谁要是能设计出让我满意的logo 我个人给他一千万 贺远江不禁感慨道 安老先生把名字一定下 我忽然感觉有些心潮澎湃 胸有成竹了 就好像这件事已经有了魂 魂都有了 就一定行 贺远江这番话 丝毫没有恭维的意味 他是真的感觉 这名字一定下来 就像是画龙点睛之笔 瞬间将这件事升华了 长鹰汽车 别的不说 单就名字的气势与意境 绝对是国产新能源汽车中 无人能出其佑的存在 更何况 这个名字 对叶晨 对叶佳 对安佳 意义非凡 那是叶晨的父亲 叶家的二郎 安家的女婿 即叶晨 安家与叶家之力 以长鹰之名 此时弱势不成 简直天理不容 而贺远江也觉得自己肩膀上承载的 是一份分量极重的嘱托 自己必定要倾尽全力 不负众望 否则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老爷子此时听到贺远江一番话 也是激动无比 他不由老泪纵横 高声说道 贺教授说的对 长鹰便是这个品牌的魂 如今魂有了 就辛苦贺教授和你们几位 把这个品牌的骨肉身躯 也一点点完善起来 我老头子只有一个要求 无论如何 都一定不要辜负了长鹰这两个字 这个品牌的调性 就和长鹰其人一样 要横刀立马 无所畏惧 所向披靡 第3146章 这也太夸张了 当叶晨在电话里告诉爷爷 自己打算和安家一起 成立长鹰汽车的事情时 电话那头的叶忠泉 顿时便气不成声 而当他得知 这名字竟然是叶晨外公的提议时 更是哭道不能自已 叶长鹰是他最疼爱的儿子 也是他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 只是他一度以为只有叶家人会为叶长鹰的去世而心疼 安家人似乎一直都没把叶长鹰的死放在心上 甚至还在为安承熙的离世而怨恨他们 但没想到安家老爷子的心里竟然一直都有叶长鹰的位置 而且看来分量还很重 随后当他再听到叶晨邀请他来金陵与安家签约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任何迟疑便答应下来 而具体的签约时间 叶晨并没有太过着急 这几天先由安家人来梳理一下高横的相关资产和资源 等梳理好之后再签约也不迟 更何况叶晨还想留点时间造势 先对外放出风趣 等安家与叶家联合成立汽车公司的消息震惊整个汽车行业之后 再让爷爷来金陵签约 而这么做的另一个目的 也是想让贺远江安心完成婚礼 度完蜜月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原本的计划 一切确定之后 叶晨与贺远江从外公家里告辞离开 因为高兴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虽然叶晨能够用灵器完全将酒精消耗掉 但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感受着酒精带给大脑的麻痹感 心中思绪万千 他特地叫来洪武帮忙开车 先把贺远江送回家中 他与韩美晴已经同居 当叶晨送他到家门口的时候 韩美晴第一时间从别墅出来 见贺远江喝得满脸通红 也并未对叶晨有半分责怪 而是开口道 叶晨谢谢你送老贺回来 你晚上没喝多吧 叶晨微笑道 没喝多韩阿姨 贺教授也没喝太多 只是微醺 您不用担心 韩美晴点点头 搀扶着贺远江 对叶晨说道 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我煮了清干普尔 可以解酒 叶晨婉拒道 韩阿姨太晚了 我就不上门叨扰了 外面风凉 您跟贺教授赶紧回屋吧 我们也回去了 韩美晴也没再坚持 点头说道 那你回去路上慢点 咱们明天晚上见 好 明天晚上见 叶晨对贺远江说道 贺教授 那我就先回去了 贺远江有些迷醉 但思维还很清醒 他看着叶晨 开口道 叶晨 咱们之前约定好的事 没有变故吧 没变故的话 我一会儿就跟你韩阿姨说了 叶晨知道 贺远江说的事情 是关于向韩美晴 透露自己身份的请求 自己先前就答应他了 自然也不会反悔 不过 他这时候挑眉一笑道 贺叔叔 定好的事儿 没什么变故 只是您 作为未来的CEO 是不是考虑一下 请韩阿姨来做 专门负责法务工作的副总裁 对一家大型企业来说 法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法务部门的工作 涵盖的也非常广泛 其中知识产权 相关的法律问题是重中之重 所以必须要由法律方面 非常资深的高手来坐镇 叶晨相信韩美晴 在法律层面的造诣 尤其他在美国 从事法律工作多年 而未来长英汽车的发展方向 是全球化 这也就意味着 企业的法务部门 必须要精通西方法律 一旦渗透到海外市场 海外市场的本土竞争者 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 法律陷阱来阻拦外来者 该国政府 说不定也会用各种不公平的法案 来限制外国企业的发展 遏制外国企业 对本土企业的冲击 所以海外企业就一定要配备 经验丰富的法务人员 随时做好起诉和应诉的准备 叶晨觉得保罗年纪尚轻 经验势必还有欠缺 更何况他自己 有自己家族的律师事务所 自己不可能让他放弃自家的事业 所以先把韩美晴 引入到长英汽车负责法务工作 绝对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韩美晴此时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两人在打什么哑弥 甚至还打到了自己身上 于是他疑惑地问 叶晨 你说让我做什么法务副总裁 你难道要创业了 叶晨笑道 韩阿姨 这个还是让贺教授回去后 慢慢跟您说吧 说完 他问贺远江 贺教授 您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 贺远江了解韩美晴 也知道韩美晴的专业水平 如果他真能加入长英汽车 那绝对是如虎添翼 正好韩美晴现在已经完全退休 每天除了去老年大学义务教教课 就是锻炼身体 种花种草 时间非常充足 只是不知他会不会答应 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 你放心 我一会儿跟你韩阿姨好好聊一聊 韩美晴见两人一直不说明 便笑着对贺远江道 你们俩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还卖起棺子来了 贺远江故作神秘地说道 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咱们进去说 好 韩美晴点点头 两人与叶晨告别 见叶晨上车离开之后 才返回别墅 回到家 韩美晴扶着贺远江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地上提前备好的茶水 开口道 老贺 你跟叶晨到底在密谋什么事呢 贺远江认真道 老婆 我打算从学校离职了 离职 韩美晴惊诧不已地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打算一直教书 教到退休吗 怎么忽然就改主意了 贺远江感慨道 教书育人固然能帮祖国培养下一代 但比起工业强国的路线来 还是有点违晚了 叶晨要投一个新能源汽车企业 邀请我做CEO 我答应了 韩美晴都听傻了 下意识地说道 叶晨他 他要投资新能源汽车企业 那 那动辄上百亿的投资 他 他怎么投啊 百亿 贺远江摆摆手 百亿不过就是个入门级 人家的计划总投资 应该在三千亿人民币以上 第一期投资就超过一千五百亿 而且叶晨占了一半 韩美晴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半赏才道 你给我都说晕了 老贺 叶晨虽然挺有能力 也挺不错的年轻人 但他怎么可能投得起这么大的企业 你俩是不是今天一起喝酒喝上头了 贺远江看着韩美晴 问他 老婆 你和保罗的父亲当年在美国创业的时候 没少接触美国的金融圈 创投圈 以及大型企业 你回想一下当年你在美国 听说过的在金融圈 创投圈 最有名气的华人是谁 韩美晴不假思索地说道 那肯定是安家的安城西 他跟咱们岁数差不多 我们还在一点点拓展客户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是半个硅谷企业的天使投资人了 许多经典案例都是商学院的教材范例 都说他是女版巴菲特 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说着韩美晴又道 安城西应该是你的校友吧 我记得以前咱们聊天的时候 你还说起过 对啊 贺远江感慨道 安城西是我的同窗 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 韩美晴诧异地问 咱们不是在聊夜晨投资汽车产业的事情吗 怎么聊到安城西身上了 贺远江看着韩美晴 无比严肃地说道 老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但是你要先向我保证 这个秘密你除了保罗之外 不能向任何人说起 韩美晴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 你放心 既然是秘密 我连保罗也不会告诉 贺远江道 其实保罗也有必要知道 毕竟咱俩已经领证了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他算是我的继子 我们是一家人 韩美晴点头道 既然是你要把秘密分享出来 那么告诉谁或者不告诉谁 都有你来做主 贺远江微微点头 对韩美晴说道 你不是好奇夜晨为什么 能投得起上千亿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吗 那是因为夜晨就是安城西的儿子 你说什么 韩美晴瞪大眼睛 惊骇不已地说道 夜晨是安城西的儿子 老贺你等一会儿 你说的夜晨 就是刚才送你回来的夜晨 常坤的女婿夜晨 对吧 贺远江点头道 没错 就是他 韩美晴继续问 这个夜晨 就是安城西的儿子 安家的外孙 贺远江再次点头 又道 他不仅是安家的外孙 还是现如今燕京叶家的家主 你常年在美国生活 可能只听说过他妈妈安城西的名字 对他父亲并不了解 他的父亲是当年在华夏大名鼎鼎的叶长英 叶长英 韩美晴惊呼道 就是那个敢于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 并且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来有回 丝毫不落下风的叶长英 贺远江非常笃定地说道 没错 就是他 你认识的叶晨 也就是刚才送我回来的叶晨 萧长坤的女婿叶晨 就是叶长英和安城西的独子 不止叶家是叶晨的 金陵的帝豪集团也是叶晨的 韩美晴都快眩晕了 下意识地问 帝豪集团也是叶晨的 这可是金陵本地最大的企业啊 贺远江微笑道 何止是帝豪集团 知秋工作的一苏 航运你知道的 现在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这一两年来 航运价格水涨船高 一苏航运的利润高得吓人 这家企业表面上 看好像是苏家和伊藤家族合资的 但其实叶晨才是幕后真正的大股东 韩美晴揉了揉太阳穴 感慨道 我的天 这 这也太夸张了 是很夸张 贺运江笑了笑 继续道 哦对了 现在为伊苏航运武装护航的万龙殿 你应该也听说过吧 韩美晴看着他 试探性地问 你该不是要告诉我 万龙殿也是叶晨的吧 第3147章 是有七秋二十年 面对韩美晴的疑问 贺运江轻轻点了点头 万龙殿也是他的 我的天啊 韩美晴喃喃道 这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震撼了 安成熙的儿子 安家的外孙 叶家的孙儿 竟然是叶晨 说到这里 他不解的问 叶晨的背景这么强 为什么会在金陵定居 为什么 为什么会入坠到 常昆家里 他的身份 常昆知道吗 那肯定是不知道的 贺运江道 叶晨之所以在金陵入坠 这其中也有他 逼不得已的苦衷 现如今他的身份 依旧非常敏感 所以我才让你 千万不要告诉 除了保罗之外的任何人 而且这还是保罗 能够恪守秘密 不在告诉任何 其他人的前提下 如果你不能确定 保罗可以保守秘密 那就连保罗 也不能告诉 韩美晴很聪明 他几乎立刻就想到问题的关键 问贺运江 叶晨之所以要隐藏身份 应该跟他父母当年遇害有关系吧 是 贺运江道 他有他的复仇计划 我能力有限 在这个问题上帮不到他什么 所以也就没有细问 明白了 韩美晴重重点头 开口道 你放心吧 我会保守秘密的 说着 他又问 你刚才说要辞职 难道就是叶晨和安家投资了汽车制造 需要你去帮忙 对 贺运江有些抱歉地说道 这件事情 我理应向你请示一下 再答应他们 可是 这个机会 确实太难得了 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 甚至都找不到理由犹豫 说着 贺运江又道 叶晨和安家的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而且他们都是全心全意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打造一个真正能够名扬世界的本土汽车企业 如果这个企业能够做起来 至少能为华夏贡献几十万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能够大力推动金灵的发展 我也想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份子 为华夏的发展贡献一份量 韩美晴不假思索地说道 老贺 这是好事 只要你决定了 我百分百支持你 贺运江点点头 欣慰地说道 谢谢老婆支持 韩美晴笑道 自从我认识你 你就经常有意无意地说起工业强国的事情 虽然你这么多年来从事的都是金融 但看得出站在社会层面 你更看重工业发展而非金融发展 说心里话 我虽然觉得你肯定没问题 但以你的履历 错过这个好机会 恐怕很难再有人愿意让你操盘一个投资上千亿的工业项目 这是你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贺运江感慨道 还是你懂我 说吧 他想起叶晨临走前的话 连忙头道 对了老婆 叶晨想让你负责法务工作 不是说说而已 汽车制造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动辄就是几万人 十几万人的规模 一旦开始启动 还会牵扯到大量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 需要对公司法 专利法 劳动法 以及各项经营类法规 非常精通的人来把控所有的法务问题 将来如果开始出口全球 还要研究各地的进出口贸易法规 以及反垄断反倾销法规 一般人还真应付不来 韩美情点点头 我以前为通用做过很长时间的法律支持 汽车制造和销售 确实牵扯太多法律法规 在美国 各州的法律各不相同 光是面对公会就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在全世界各地投资建厂 又要对当地的法律法规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吧 他沉默片刻 问贺远江 你觉得我能胜任吗 贺远江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觉得你绝对没问题 韩美情叹了口气 道 我们都是年轻时远赴重阳求学 少壮时没有选择回来建设祖国 而是留在了国外 三十年过去了 又不约而同地回到国内 希望能够为祖国发展 尽绵薄之力 如今有一个这样的好机会 我自然不该拒绝 说到这里 韩美情又道 只是很多大企业 都有亲属规避的政策 别说合法夫妻 很多公司要求 如果员工内部恋爱 都必须有一人离职 更何况我们已经领证了 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如果我们在同一家企业 会不会不太合适 而且一旦我们开了这个先河 将来的企业管理上 就很难在要求下面的人 执行亲属规避的要求 你既然将来要做CEO 这个问题你就要考虑清楚 贺远江道 很多企业要求亲属规避 主要的原因是避免相互勾连 攫取企业利益 这虽然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会让人觉得企业太不尽人情 扼杀员工的自然情感 说着贺远江继续道 况且我们跟那些互联网企业不同 我们未来的员工主力是生产端的 他们大多数不掌握核心生产资料和核心资源 但又把绝大多数的时间耗费在了工厂和宿舍之间 这种情况下存在亲属关系也没什么负面影响 韩美情笑道 这么好的机会 我跟你一样不想错过 如果叶晨没问题 你也没问题的话 那我也没问题 太好了 贺远江激动道 我这就给叶晨回个话 此时的叶晨正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贺教授亲口说出韩美情答应出任法务总监的消息 他心情格外舒畅 无论是贺远江还是韩美情 都是在一个领域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型人才 长英汽车有他们的加入 必定会带来巨大的助力 于是叶晨便给二舅安凯峰打去电话 现在是时候为长英汽车做些造势和铺垫了 当天晚上各大新闻APP几乎同时推送了一个重磅新闻 全球最强的华人家族来自美国的安家 竟然宣布要与叶家合资在华夏成立新能源汽车企业 而且这次预计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 是华夏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投资 人们起先还很好奇 为什么安家要选择与华夏的叶家合作 但很快便有知情人透露出两家人的过往 许多人这才知道 原来安叶两家竟然还是亲家 安成熙和叶长英已经遇害20年 除了当年的壮年如今的中老年群体之外 现在混迹互联网上的年轻人 绝大多数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也不知道当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两家的恩怨 而那些知晓两家恩怨的人 怎么都没想到 这两家竟然还能在时隔20年之后成为合作伙伴 此时此刻在南极边缘 吴家敌传吴天林快步来到吴飞燕的房间外 他小心地扣向房门 在门外恭敬道 英主属下有要事禀报 吴飞燕没有说话 厚重的木门却随着一股无形的力道缓缓开启 吴天林迈步走近 便见吴飞燕正盘坐在偌大的前厅地上运转灵气 此时的吴飞燕眼睛都没睁开 徐徐问他 什么事 说吧 吴天林忙道 回英主 华夏传来消息 说安家要跟叶家合作 投资新能源汽车 吴飞燕缓缓睁开眼睛 淡淡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吴天林赶紧解释 回禀英主 属下并非大惊小怪 只是觉得他们两家忽然宣布联手还挺突然 所以便第一时间来向您禀报 吴飞燕道 我几次试图诛杀安家未遂 安家现在不敢再回美国 决定在华夏大力投资以寻求华夏庇护 想来以后 他们肯定会把华夏当成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前段时间他们不是一口气投资了很多项目吗 现在跟叶家合作 也没什么奇怪的 毕竟在华夏 叶家算得上是东道主 安家为了自身在华夏的发展 也肯定会向他们示好 吴天林点点头 又道 英主 安家回了华夏 难道我们就不对他们动手了吗 吴飞燕冷声道 动手是早晚都要动的 只是眼下还动不得 他们现在是华夏最大的外资来源 如果在华夏的地界上动他们 那岂不是要把华夏往死里得罪 我之所以想杀他们 吴飞就是想逼安成熙现身 不至于为此惹火上身 如果我们成了华夏的全民公敌 华夏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吴天林赶紧又问 英主 您就这么确定安成熙还活着 吴飞燕道 二十年来 我每每想到叶长英和安成熙的死 都觉得是有蹊跷 吴天林攻身道 属下斗胆请问英主 为何觉得是有蹊跷 吴飞燕道 叶长英绝非一般人 算得上雄才大略 高瞻远瞩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 就和他老婆一起被长盛伯杀死 他肯定知道自己不是我们的对手 以他的性格 一定会妥善安排他的妻儿 不可能一家人都束手就擒 说着 吴飞燕反问 你想一下 如果叶长英不是早有准备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他那个儿子的下落 一个孤儿 出世那一刻就人间蒸发了 如果没有缜密的安排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消失 而且消失的这么彻底 这个 吴天林抿了抿嘴 恭敬道 英主所言有理 那孩子失踪二十年 多方都在找 但就是没人找得到他 如果我没记错 他失踪那年最多也就八岁 一个八岁的孩子 绝对没有这样的能力 应该是叶长英早有安排 吴飞燕面色阴冷如霜 吏声道 既然他早就给他儿子做了安排 那没理由不给安承熙留条退路 而且长盛伯说 安承熙死的时候已燃烧的面目全非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 万一当日死的不是安承熙 而是叶长英安排的替身呢 第3148章 犯局取消 关于安承熙替身的阴谋论 吴飞燕已经提了二十年 虽然吴天林当年就通过多方调查 确认了当日与叶长英一同被杀的女性 无论年龄 体型 骨骼特征 都可以确认就是安承熙本人 但吴飞燕就是不信 他一直觉得叶长英和安承熙的儿子失踪 就预示着叶长英早有准备 而叶长英绝不可能 只救儿子不救老婆 再加上当日安承熙的尸体 已经无法辨认面部 所以他更觉得是有蹊跷 这二十年来 吴飞燕一直紧盯安家 甚至在安家一口气 安插了两名精挑细选的书生 为的就是找机会一探究竟 看看安承熙到底是不是假死 是不是给自己来了一个金蝉脱鞘 可惜的是 这两名书生现如今已经尽数折损 他在安家已无任何眼线 此时的吴天林 依旧不太相信安承熙没死的假设 他毕恭毕敬地对吴飞燕说道 英主 属下觉得 安承熙应该早就已经死在长盛伯手中 否则他如果还活着的话 不可能过去二十年都不跟家里人有任何联系 什么人能够在丈夫死后 一个人苟活 甚至连娘家人都不敢联系 而且咱们那两位书生潜入安家核心圈多年 对安家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分析调查 甚至还多次在安兆南无意识的状态下 给他用了您特制的药物 询问过安承熙和他儿子的下落 多年来 安兆南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安承熙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下落不明 吴飞燕冷声道 如果一个人苟活就控制不住要联系娘家人 那安承熙也就不是那个安承熙了 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的谋略和隐忍 恐怕也就林婉儿 那个小贱人能够与之比肩 说到这里 吴飞燕握紧拳头 恨意滔天的怒喝道 想我破清会麾下十万余众筑地遍布全球 三百多年了 竟然还抓不住一个林婉儿 全是他妈的一帮饭桶 吴天林连忙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说道 英主息怒 那个林婉儿狡猾无比 有时几十年都不见陌生人 想抓他确实没那么容易 上次险些就要成功 却没想让林婉儿一人跑了 吴飞燕阴狠地说道 那次林婉儿能逃走 一定跟就了安家的神秘人有关 回想一下那次派去的萧棋卫 便是临时从塞浦路斯紧急调过去抓林婉儿的 那次林婉儿逃走之后 派去的萧棋卫也下落不明 但没过多久 剑公伯就在塞浦路斯的死室 驻地遭遇埋伏 尸骨无存 这一定是那个神秘人所为 还有安家 两次险些就要将安家连根铲除 但两次都被他从中作梗 最后一次连长 圣伯都没能活下来 此人接连杀我 破清晦四大伯爵 至今竟未找到任何线索 我接手破清晦三百余年 还不曾受过如此损失和羞辱 真是岂有此理 吴天林有些疑惑地说道 英主 此人两次就安家于水火 定然与安家交情匪浅 会不会是叶长英和安承熙的救部 不可能 吴飞燕一甩手 断然否定到 他能逼得长盛伯自报 实力定然远在叶长英之上 叶长英怎么可能有 如此强大的部下 每百年之功 实力绝不可能到这种高度 就算是天才 也要至少五十年 吴天林道 那我们要不要再动一动安家 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神秘人逼出来 吴飞燕摇头道 不可 现在安家已经飞西比 上次让长盛伯去金陵诛杀他们 只是诛杀一个 暂时在华夏落脚的美国华裔家族 那时候若是杀了他们 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麻烦 但现在他们是华夏近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外资 如若我们在华夏动他们 必然会遭到华夏的反击 破清会没有国籍 只要我们在华夏动手 华夏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我们列为无国籍的海盗 用兵 对我们实施军事行动 说吧 吴飞燕指了指脚下 对吴天林道 此地是我百年心血 建造他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摧毁他 可能只需要几枚导弹 所以现在不要再去招惹安家了 先让他们在华夏过几天安稳日子 想杀他们 就要先把那个神秘人除掉 只有把他除掉 往后才能高枕无忧 否则就算现在派人去诛杀安家 也未必能在他手底下讨到好处 吴天林点了点头 问他 英主 那我们要如何才能把那个神秘人找出来 吴飞燕面色带着几分愁容地说道 暂时还不着急 有些事情 我尚且还没有弄明白 在没弄明白之前 还是继续收紧 不要再给别人可乘之机 说吧 他又对吴天林说道 关注一下安家和叶家的动向 有什么新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属下遵命 一日 随着消息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媒体 开始报道了安家与叶家的合作 不过 安家和叶家并没有对外透露更多的细节 比如和自成立的汽车品牌 叫什么 什么定位 由谁来担任 CEO等等细节 外界虽然非常好奇 但一直无从得知 金灵势力对这个消息十分重视 第二天一早就来安家登门拜访 并且也拿出了百分之两百的诚意 决定将城南绕成高速边上 一块将近两百万平方米的土地 无偿租给安家三十年 前提是安家和叶家能够兑现外界盛传的消息 未来五年内 在金灵实际投资达到150亿美元 金灵方面唯一的要求 就是把投资金额写进对赌协议 以免土地给出去了 投资没有到位 绕成高速与金灵三纵三横的高速路网相互接驳 公路交通十分便捷 而国产汽车在国内的物流方式主要也是依靠路运 专门的汽车物流比起铁路运输 要更灵活也更激动 从这里出发 华东范围当日可达 华北华南西发昭治 西南西北也不过两天车程 安家对这个位置自然非常满意 而且两百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几乎是特斯拉超级工厂的两倍还多 够用是绝对够用了 甚至都有很大富裕 至于对赌协议 安家自然也没有任何意见 别说五年投资150亿 只要正式启动 这笔钱直接就能到账 叶辰的二舅安凯峰 把这个消息同步给了叶辰 叶辰也是想都没想 便同意了 按照他的计划 带贺远江度完蜜月 办完离职手续之后 就可以让爷爷来金陵 与外公贺远江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官宣长鹰汽车的品牌 不过 与市里的对赌协议 倒是可以先签了 市里面肯定很想把这 150亿美元的投资固定下来 一份对赌协议足以让他们安心 也可以将那块地皮锁定下来 于是安凯峰便代表安家 出面与市里先签订了一份投资备忘录 待安家和叶家合资的公司注册下来 就可以直接签订对赌协议了 下午叶晨正准备出门 赴贺教授一家的宴请 却忽然接到贺远江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 贺远江声音十分抱歉地说道 叶晨实在不好意思 保罗的叔叔忽然从美国过来了 咱们晚上的饭局可能得取消了 叶晨也没多想 便笑着说道 没事 您家里有事就先忙 只是您抽空把明天的流程列一下发给我 我提前准备一下 好 贺远江松了口气 连忙道 感谢李姐 我一会儿就把流程安排发给你 第3149章 有人治得了他 由于贺远江和韩美晴都是二婚 而且两人又在海外生活多年 所以这次婚礼的流程 相对华夏本地的规矩来 要精简许多 两人也没有迎亲发嫁的流程 就是直接在酒店迎接宾客 然后再及时举行婚礼 邀请的宾客也不算多 除了双方的子女 智友之外 还有贺远江在金陵财经学院的几名同事 叶晨这个正婚人的工作内容也不算多 主要就是一个主持人的工作 于是叶晨一日一早 便带了一身西装出门前往白金汉宫 之所以戴着西装 而不是直接穿着 主要也是不想让老婆 萧除然知道自己来参加韩美晴的婚礼 来到白金汉宫的空中花园 还没到宾客到场的时间 贺远江正在这里跟工作人员一起忙前忙后 见到叶晨 他主动上前道 叶晨辛苦你了 这么早就过来 叶晨见他神情有些憔悴 便关切地问道 贺叔叔昨晚没休息好 贺远江点点头 叹了口气 道保罗的叔叔昨天晚上在家里闹了一夜 弄得我跟你韩阿姨是心里焦脆 叶晨好奇地问 保罗的叔叔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从美国飞过来 跟你们闹什么呢 贺远江道 他想从保罗手里把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业务分割出去 说白了就是来分家产的 叶晨皱眉道 既然史密斯律师事务所是保罗的父亲和韩阿姨一手创建 保罗的叔叔有什么资格分割 贺远江感叹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当时他们创立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保罗的爷爷曾经资助过一笔启动资金 而且也动用了一些人脉来帮助他们 他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天使投资 现在保罗的叔叔觉得保罗已经离开了美国 等于事实上离开了史密斯家族 再加上你韩阿姨要跟我重新组建家庭 所以他觉得保罗不能把整个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全部都带走 必须把美国那部分切割出来交还给史密斯家族 叶臣好奇地问道 史密斯家族的主业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现在家道中落了 贺远江道 我听你韩阿姨说 史蒂夫家族本身就是律师世家 保罗的爷爷就是一个知名大律师 不过这个人虽然专业能力过硬 但并没有出来创业 而是在一个美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 做到了高级合伙人 然后就成了美国一些名人正要的私人律师 保罗的叔叔也走了跟他一样的路 不过老爷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 叶臣点了点头 道估计是家道中落 想从韩阿姨和保罗这里争取些利益 这种人也不用太搭理 既然敢在这个档口来了 就邀请他参加一下你和韩阿姨的婚礼 婚礼结束之后 你们就出去度蜜月了 他爱去哪去呢 爱干嘛干嘛 不理会就是了 贺远江点头道 我和你韩阿姨暂时也是这么打算 但他如果赖着不走 估计保罗就要头疼一些了 而且他这次想来不会轻易被打发走 叶臣笑道 不爱的贺叔叔 这是金灵 不是美国 大名鼎鼎的史蒂夫 罗斯柴尔德来了 不也得跟咱客客气气的吗 何况他一个无名之辈 放心吧 真敢找麻烦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 叶臣问他 你和韩阿姨邀请他参加婚礼了吗 贺远江道 我是不想邀请 因为这哥们一看就是来找茬的 再邀请他到婚礼上来 等于引狼入室 但人家既然来了 出于礼貌 我们肯定得邀请一下 而且他本身就是听说了婚礼的事情 所以才赶过来的 就算不邀请他 估计他也会不请自来 他也答应了 今天会来婚礼现场 昨天夜里保罗安排 他在白金汉宫住下了 估计上午会来 但我估计来了 也肯定会借机找茬 叶晨点点头 道 没事 让他来 只要他敢在这里放肆 自然有人 能治他 说着 叶晨又道 我一会儿打电话 让史蒂夫再来一趟 金陵这些人 不认识史蒂夫 他肯定会认识 贺远江下意识问 这 这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 叶晨笑道 他来金陵 就是当孙子的 好不容易有机会 当一次大业 他肯定求之不得 贺远江稍稍放下心来 叶晨又问 对了贺叔叔 韩阿姨和保罗 知秋他们呢 贺远江道 在化妆间做造型 知秋今天做伴娘 保罗当我的伴郎 挺好 叶晨点了点头 笑道 放心吧 贺叔叔 今天的婚礼 一定会圆满里程 两人说话间 身穿洁白婚纱的韩美情 在贺之秋和保罗的陪伴下 从后面的梳妆间 走了出来 见到叶晨 贺之秋 非常客气地说道 叶先生好 叶晨微微点头示意 一旁的保罗 明显有些紧张拘谨地说道 叶 叶先生您好 叶晨见保罗 不太自然 猜出他应该是 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 一时间 还有些不太适应 于是便笑着说道 保罗 你怎么还拘谨起来了 保罗忙道 没有没有 我是昨晚 听我妈聊起您 一下子 还没回过神来 叶晨微微一笑 说道 不用在意太过 大家都是朋友 是 保罗连忙点头说道 您说的对 都是朋友 韩美情这时开口道 过会儿宾客 就该到场了 老贺咱们去门口 等着迎宾吧 好 贺远江点点头 对叶晨说道 叶晨 我们出去 等着迎宾 你们三个聊 叶晨点头道 好的贺叔叔 您先忙 贺远江与韩美情 玩手走到大厅外 保罗看着叶晨 小声说道 叶先生 我妈说您 是燕京叶家的人 是真的吗 叶晨笑着问他道 韩阿姨说的话 你还怀疑啊 保罗道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 现在看来不用确认了 叶晨笑道 我的身份不影响 我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情 以后韩阿姨 会负责新公司的法务工作 到时候如果忙不过来 就临时征召 你的律师事务所 你可不许推脱 那没问题 保罗毫不犹豫地说道 整个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随时为您效劳 很快 现场已经开始 陆续有少许宾客前来 叶晨也换好了西装 在现场等着婚礼的正式开始 就在宾客到了大半 现场气氛一片和谐的时候 一个金发的美国人 迈步走了进来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还以为贺教授人脉不错 没想到他的婚礼 就只有这么少的客人 就这么点本事 还想迎娶我嫂子 难道是打定了主意 婚后要吃软饭吗 第3150章 吃软饭的老吊斯 金发男人的声音 一下子便吸引了 所有人的注意 这人看起来完完全全 就是西方人的面孔 但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只是走路时 鼻孔朝天 一脸的巨傲与不屑 保罗一见如此 脸色一致便赶紧走过去 夜晨也和他一起 走到那人面前 保罗正要开口 夜晨挡了他一把 看着对方皱眉问道 这位先生 别人大喜日子 你在这里人身攻击 不合适吧 那人不认识夜晨 见是一个年轻人 也没将他放在眼里 不屑地说道 你应该是南方的家属吧 麻烦你回头跟新郎官说一声 他确实配不上我嫂子 夜晨淡淡道 谁配不配得上谁 不是让别人拿在嘴上说的 只要两个人互相倾心 那就不存在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那人环视一周 撇嘴道 瞧瞧这婚礼寒酸的 选在金陵这么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 也就算了 到场的这些宾客 有一个是名流政要吗 市长级别的到场了吗 一员级别的到场了吗 本地知名企业的CEO到场了吗 夜晨笑道 婚礼邀请的自然都是自己的家人和自由 要市长和一员级别的人来做什么 开会吗 那人耻笑道 我们史密斯家族在美国司法界 可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 我大嫂现在要改嫁 我作为她半个娘家人 至少要确定新郎 有足够的能力 给她提供无忧的婚后生活吧 说着 她指了指四周简单的装饰 比一的说道 婚礼办得这么寒酸 就证明资金上没有足够的实力 宾客连一个名人都没有 就证明人脉上更没有什么实力 要钱没钱 要人脉没人脉 拿什么来保证婚后生活的质量 一旁的保罗这时候开口道 吉米叔叔 今天是我妈妈大喜的日子 您还是别在这里闹事了 闹事 吉米史密斯冷笑一声 反问他 保罗 我是听说你妈妈要嫁人 所以特地飞了十几个小时 过来恭喜她的 你怎么能说我是在闹事呢 保罗赶紧说道 您来参加婚礼 我们自然是非常欢迎的 只是您刚才说的那些话 确实不太合适 吉米笑了笑 道 保罗 我刚才哪里说错了吗 你妈妈怎么说也是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 你父亲去世了 她要在家很正常 但起码也嫁一个身份地位 配得上她的吧 嫁一个大学教授 还是金灵一所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 连华夏的Top100都进不去 在这种学校教书的教授 能有什么出息 不过就是个老吊丝而已 保罗有些生气 开口道 吉米叔叔 贺叔叔和我妈妈的婚姻 跟他做什么工作 没关系 这是我妈妈自己的选择 我做儿子的都没有资格干预 外人就更别指手画脚了吧 吉米故意提高几分音量 冷声道 我是不想管这些闲事 但你们母子俩直接离开美国 还把以我们家族姓氏冠名的 律师事务所也全部带到华夏 这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 也不太合适吧 这话一出 宾客们的表情都有些惊讶 保罗见此 有些愤怒地说道 吉米叔叔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虽然用了史密斯的姓氏做名字 但他完全是我父亲和我母亲 辛苦创立起来的 我作为他们两人唯一的孩子 我对这个事务 所有绝对的决定权 难道来华夏 还要经过吉米叔叔 你的同意吗 吉米立刻说道 保罗 你这话说的 未免有些太没良心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是怎么成立的 你不知道 你妈妈能不知道吗 要不是你爷爷帮忙提供人脉 这家律师事务所只会是个笑话 而且 史密斯在全美律师行业的招牌 是你爷爷努力打拼下来的 你爸爸和你妈妈用这个名字 就是借了史密斯家族的事 而且这个律师事务所带着整个史密斯家族的名誉 你说带走就带走 合适吗 保罗还想要距离力争 夜晨再次将他拦住 转而看向吉米 开口道 你不是作为半个娘家人来参加婚礼的吗 怎么又提到律所的归属问题上了 难道你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过来挑刺找茬是假 想要走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份才是真 吉米被夜晨问到星坎 脸上有些挂不住 抢词夺理道 两件事一码归一码 股份的事情是我们史密斯家族内部的事 可以婚礼之后再说 夜晨点点头 那主要说的就是婚礼的事儿了对吧 对 吉米借泼下驴点头说道 我嫂子怎么说也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 身价超过一亿美元了 她要嫁人没问题 但对方如果没钱没地位 那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 说不定结婚一段时间之后 我哥留给我嫂子的这点儿家产 就全都便宜他了 这时一直在外面迎宾的韩美晴与贺远江停贷里面的动静 赶紧走了进来 刚好听到吉米嘲讽贺远江是吃软饭的 韩美晴怒斥道 吉米你要是真心来参加婚礼就留下 如果是罪翁之意不再久就请你出去 今天我不想跟你聊事务所的股权和业务问题 你如果想聊就等明天再说 吉米亨笑道 嫂子你嫁到我们史密斯家来 我们全家都带你不薄吧 别的不说 单就全家人为了你学中文这件事 就看得出我们对你有多重视 正因为关心你 所以才更关心你二婚之后过得好不好 可以我现在的观察来看 你未来老公根本没能力给你好的物质基础 说不定他还打着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主意呢 韩美晴冷声道 你三句话不理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究竟是谁打事务所的主意 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都看得出来 吉米立刻说道 嫂子你刚才说了 今天不了股权和业务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咱们可以明天再说 好 韩美晴立刻说道 那就请你不要再对我的丈夫评头论足 我们已经领过结婚证了 是华夏法律认可的合法夫妻 吉米一听这话 立刻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嫂子你领证之前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打个招呼 你的婚姻自主权 我们当然是尊重的 但你别忘了 你名下现在还有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一半股份 如果你这个老公真是个吃软饭的 惦记上你这一半的股份怎么办 欢迎订阅